先把格子分配好 然後 因為剛剛 剩下很多顏料 所以來教大家怎麼寫 顏料只要用頂端的部分 輕輕沾就好了 寫在格子裡面 現在來教大家寫口 這個字 直線應該沒問題吧 直直的下來 但是要轉彎的部分 請把手 先彎上來 你要先把手彎上來 你才有空間可以這樣順著轉彎 要開始囉 橫線 順著轉彎 這樣會嗎 如果 如果你沒有把手彎上來 然後 然後只是平式這樣橫著寫過去 到轉彎處你就沒辦法轉 所以你要先把手轉好 然後再 就可以順著轉下來 這樣會嗎 寫一次給大家看 好 直線 如果這裡 你只是這樣平式的這樣橫的過來 到轉彎處 到轉彎處這個地方 就會卡住沒辦法轉彎 所以最好的方法 要把筆尖先讓手轉個彎 看得到嗎 轉過來 橫線 這裡就可以順著轉彎下來 OK嗎 那我現在要寫 圓滿的圓 給大家看喔 手記得要先彎 這裡你就可以順勢轉彎下來 然後呢 因為橫的直線很多 所以我們要把空間先分配好 把橫的線都先抓好 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橫的線條很多 如果寫POP 不可以把它當成在寫字 你要當成在空間分配 所以要把上面橫的線 空間都先取出來 之後再把直線填滿 因為POP它都要正正方方的 所以一定要把空間先取出來 如果你沒有把橫的空間先取出來 照原本的筆畫寫 那這樣到最後會 就會可能超出這個空間 沒有辦法把這個字完成 謝謝大家 在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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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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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